大量的水源不斷的從橋墩下方流出 直接流到海裡 而這樣的場景 已經長達兩個多月 這邊有自來水管線施工 施工完之後就 下面就漏水 漏水之間也是有跟水廠反應 也要請議員去反應 可是都說要來會看 現在枯水期 看每天這樣漏也是覺得很浪費 那個水量那麼大 換到距離不遠的徵兵漁港碼頭 地面上是大大一片 這些水源原本是要送到 河平島的民生用水 現在卻平白流到港邊 那裡有一條水管而已 那條水管有破棄 我說事情就要發生得怎麼樣 路如果崩下落車 有栽培還是人有怎樣 這麼有在關心這個 居民很無奈 多次向自來水公司反應後 得到的回覆卻是管線中有 軍方相函 高壓電線不敢開挖 什麼當年也報啦 議員也報啦 什麼也都報啊 沒人要插肉 就是因為有人打案卡說 居容的水太多 我們才說找議員找立法委員來這邊 然後再看一次 由於管線行經正兵路 下方還有漁民倉庫 漁民擔心再不處理 恐怕會變成天坑 整條路水流這麼多 而且我來看的時候 那個水前面也有 前面有這麼大的水在漏 而且它是真的是不是漏 是噴了噴出來了 這個整條路會不會一直流流流 變成那個 路死路坑 變成會流出一個天坑出來 那些基石那個基座 那些土砂流失了以後 會不會真的也變台北像那樣一樣 陷一個大坑天坑出來 那怎麼辦 因為正兵漁港這邊 有一個自來水管路老舊的關係 管路的源頭 它剛好又是在橋頭 那有受到橋面的一個震動 那破損的更嚴重 導致這個水呢大量湧出 那水資源非常的珍貴 但是自來水公司呢 在維修的過程 這個管路路線沿路遇到很多障礙 導致維修困難 包含了路邊的障礙 遇到了軍方的管道 或者是中油的管線 或者是台電的高壓管線 這些導致維修困難 難以實行 那現在相關單位也說明了 會盡快處理 因為這樣的一個線上 已經長達兩個月的期間了 那這個工程在設計過程 竟然也還要強達三個月 那其實這樣的水資源非常的浪費 所以今天特別辦這個會刊 來要求相關單位說明 並且迅速的辦理修復 在水公司二十三日上午緊急開挖 要找出漏水點 但恐怕也難有作為 都跌到的啦 還沒刮到的嗎 刮到的 都跌到的 都... 這些啦 粉的啦 垃圾的 都跌到的啦 下面很多管線就對了 上面啦 全部都壓在你們上面 對 這個就是啊 你看人家這麼多最適合啊 開挖之後發現管線錯綜複雜 水公司得擇日在與軍方整合會堪 要想個辦法 才能把這漏水點給止住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